好了 下一套了 小女回來的 我推薦給 原作是月女遊戲來的 我推薦給阿姨發抵 我不喜歡星優啊 那就未了啦 我應該會看下去的 我不介意的 你經常都沒有介紹的 給阿姨發的東西 這套就失憶症啦 顧名思義 主角一開始就失憶了 劇情就以女主角 主角 主角 因為她在那些宣傳的時候 只說四個男主角 我就以為這四個男主角 看著什麼 一看著就像什麼BL 月女花不是BL 故事其實我覺得 她說的東西很容易明白 但問題是她說的東西很高張 即是開始時 女主角其實是我們的官女角度 失憶了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那就看看你是誰 我不認識我 她有些對話都有點奇怪 因為她從失憶的角色出發 她就變成好像感覺上有很多東西 她交代都不清楚 有很多奇怪怪 幾乎鬼 令你覺得有點奇怪 之前的人際關係是怎樣呢 她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令到她失憶呢 還要是一開始她就一眼睛看著她 就是有隻精靈走出來 很明顯是她交代都失憶了 她失憶了 接著不閉一口就跳下去 就是懷疑是不停 沒有眼睛發覺 類似那個精靈的語入來的 我一眼睛看著她都沒有記憶 我懷疑你這樣算了 太多處理了 所以會有些後遺性 不知道會這樣玩 還有其他角色之間都 有些很曖昧的劇情 其實我不記得她的名字 但我知道她代表了什麼的花 所以期待她之後會怎樣 演繹每一個男國之間 她的秘密 當然是 每一個男國之間 是男國和女子國 女國是什麼秘密 肯定沒有被說女國是說故事 B我嘛 你都說錯了 這個月女向不是BL 是兩個不同的 原來是戀愛的 浪法蘭一個人說 你這個州目破了 我們繼續失憶在下一個州目 就是用回舊史 之前原之空那類型 這州目完結後就攻擊下一個男國 其實照看她應該要最少弄四次 可能自己弄了 她沒有計成才廢 但是現在第二集有沒有偏向一個主角的線 沒有 還有紅心那個 D樂山 但是現在死的男生已經重新 重新一行都回到前面 精力又不知道在哪有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她那個劇情會不會又是第一集 是那個時候醒回來 第一集就是她做了 突然間失憶 然後其他人說 她不知道是不是 第二集就是在醫院醒回來 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在醫院醒回來 所以 在醫院醒回來她又忘記了之前的東西 但是她有上一個針 好像很複雜 所以呢 有疑點去看不明白 但是至少你知道她想做什麼 你會有其他追落 就是不差 那一手法是 所以說那一手法就比較好 男主 看看男主角的屬性合不合 是大家 四個矮胖沒有說對 但是有十條章 她不用搞笑 OK 只看聲優 有東西衝 行啦 我們可以 走到下一套